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兄 以色列这场仗难打了 外界都希望速战速决 特别是哈马斯竟然敢主动挑衅以色列 以色列就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反击 这样才能起到效果 但现在看形势很不容乐观 这都好两个休星期了 以色列大军还是迟迟没有动作 昨天的消息是 仅有一部分先遣队跟哈马斯发生交火 为什么大军还迟迟没有动作 有报道说是以色列内部矛盾导致的 有媒体称 以色列军方和总理之间 对发动地面进攻时间存在分歧 内塔尼亚胡正在为释放人质谈判争取时间 因而未批准军方进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想法是好的 他不想因为以色列大军的进攻 而让哈马斯杀人质 他担心这样会导致国际舆论谴责以色列 想法很丰满 但是现实很骨感 那些人质据说现在连哈马斯都不知道 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因为担心以色列大军进攻 以色列人质已经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伊朗革命卫队圣诚旅证实了此消息 他们发布消息说一些以色列人质被掳掠到了加沙后 很快就送到伊朗 果然伊朗是幕后的指使 怪不得哈马斯敢于袭击以色列 没有伊朗在背后撑腰 哈马斯是绝对没有这个胆子的 哈马斯没有空军 没有导弹防御系统 就一些散兵游泳 他们知道惹怒以色列的后果 但是有伊斯兰在背后撑腰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因为劫持了一些人质 还真的给以色列出了难题 以色列内部出现矛盾之后 大军迟迟未动 给了哈马斯一机会 哈马斯主动开始进攻了 根据路特社消息 哈马斯组织的武装分支 卡桑旅的一支赶死队 穿越了隔离墙 渗透到汉尤尼斯东侧射服 直接攻击了毫无防备的乙军车队 哈马斯声称 自己命中了一辆乙军坦克 和两辆推堵机后 安全返回基地 而乙军士兵则徒步逃离现场 这说明 由于迟迟未能展开进攻 乙军已经有了懈怠之意 如果再不进攻 哈马斯主动进攻的行为 将会日益增多 看看以色列会最终如何动作 我就不相信了 以色列会找不到对付哈马斯的办法 目前 以色列还是以空袭为主 10月23日 消息 以色列摩萨德发现了 哈马斯最高政治领袖 军事总指挥 新瓦尔德在加沙的架 于是以色列空军派三架F16战斗机 进行狂轰滥炸 西瓦尔当场被炸身亡 与他一起死亡的还有七个家人 和14名保镖 空袭能够起到斩首行动 但是如果要端掉哈马斯的老巢 就必须要进攻加沙 发动地面战争 相对于以往的战争 这一次 以色列面对的情况比以前复杂多了 至少面临四重压力 除了要对哈马斯进攻之外 伊朗 黎巴嫩都在虎视眈眈 此外 还有全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示威者 对于那些巴勒斯坦示威者 德国采取了行动 不再惯着这些人毛病 近期 德国逮捕了一批哈马斯的支持者 网友一片叫好 一个网友评论说 德国好样的 就该把这些无法无天的恐怖分子 支持者关押起来 这些都是文明事迹的寄生虫 地球的肿瘤 德国没有任何顾虑 但是 以色列要进攻哈马斯 却有投鼠即期的那种感觉 以色列最担心的哈马斯杀人之 一旦杀人之 那么就可能引起国际舆论的批评 现在如果想解除大军进攻加下的忧虑 需要派出一支特种部队 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人质给解救出来 其实我感觉哈马斯问题 最终需要通过伊朗来解决 正所谓解铃海徐寄铃人 哈马斯的进攻 使伊朗在背后撑腰 那我想解决哈马斯的问题 就需要先制服伊朗 以色列还没有动作 美国就先出手了 美国做了两个动作 一是激活在中东的防空导弹系统 包括爱歌者防空导弹营 和萨德反导联 二是将BB枪击兵战略轰炸机 从德克萨斯州转移到英国菲尔福德基地 这样做的目的是 能够紧急的应付局势的发展 从那里出发 BB枪击兵战略轰炸机 能快速进入发射阵位 精确打击黎巴嫩的 向伊朗军事目标 或直接攻击伊朗本土 伊朗很长时间一直在叫嚣 现在开始皮眼了 必须要给他一点教训才行 战争是残酷的 战争之外的舆论 几乎是一边倒得倒向巴勒斯坦 倒向哈马斯 我真不知道 这里面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或许是已经意识到国际舆论 对于自身的不公平 以色列开始了反击 10月23日 以色列国防军为外国记者 举行了发布会 向他们介绍哈马斯的暴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名记者 聚集在了以色列 观看没有发布过的 哈马斯屠杀以色列平民的录像 录像取自恐怖分子 佩戴的随身摄像头 仪表盘摄像头 紧急救援人员 和以色列安全服务摄像头 看了之后 一些人惊恐的 无以言表 他们真正的深刻的认识到 恐怖分子的凶狠 及没有底线 这一次的发布会之后 BBC终于决定 给该组织贴上 恐怖组织的标签 现在笔者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文明社会很宽容 能够宽容恐怖分子 但是恐怖分子 却不宽容文明社会 往往都赶尽杀绝 如果文明社会 认识不到这一点 到头来 可能会因为怜悯 同情恐怖分子 而自身遭到无妄之灾 从这个意义上说 必须要痛打落水狗 如果你这一次 不把他打狠了 打得他吸取教训 到下一次 他还会咬你 因为狗的本性 是不会改变的 文明社会 往往纵容同情恐怖分子 因为文明社会 都讲人性 但是一次又一次的 农夫与蛇的故事上演 这一次不要再发声了 发生战争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分析 为何会发生战争 如何避免战争再次发生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无论是俄乌战争 还是哈尔战争 其实本质上 都是同一种性质的战争 都是相尽相杀的战争 都是一方偷袭 另一方的战争 当然也是野蛮与文明的战争 邪恶与正义的战争 并且你会发现 发动战争的一方 是什么样的国体 被攻击的又是一种 什么性质的国体 在当今的世界上 可以说是有四大火药桶 俄乌 哈尔 朝韩 台海 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已经点燃了两个 另外两个也是干柴烈火 随时可能被引燃 无论俄乌战争还是哈尔战争 都是相尽相杀的战争 俄乌原来曾经是同一个国家 从民族上来说 也都是东斯拉夫的一个分支 而以色列人和哈马斯所属的阿拉伯人 也都是同一个祖先 而朝韩是同宗同族的亲兄弟 至于台湾就更不用说了 都是使用同样的语言文字 就连发声都是一样 越是熟悉的人越是亲近的人 越容易产生厮杀 过去有一句老话叫做 谢底怕老乡 就是这个道理吧 当然这也不难理解 就像体育比赛的同城得比 越是同城兄弟 越是厮杀的厉害 都想争当老大 这是人类的天性 本是同根生相间和太极 恰恰是由于同根生才斗的厉害 凡是战争 都会有正义与邪恶 不能只有立场而没有是非 更不能屁股决定脑袋 否则这个世界就会乱起来 无从下手 强者就会视强领弱 那么强者横强 弱者横弱 不堪设想 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在欧洲 是由于欧洲有大独裁者 希特勒和莫索里尼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凡是有大独裁者的地方 就容易爆发战争 因为独裁者的野心是欲赫难填 总不满足于统治一个国家 而是要霸凌整个世界 但是由于其德行不够 领导智慧欠缺 于是只能用武力来解决 二战后的和平 也是被欧洲人所打破 一个是南斯拉夫的内战 一个就是今天的俄乌战争 是否会由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好说啊 从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的电视讲话 似乎嗅出一点三战前硝烟的味道 但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文明啊 而不是走向野蛮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 暴力冲突越少 只有当经济出现危机 才会爆发武力冲突 来遮掩无能领导力 所造成的贫困疗生和潦倒 战争是独裁者 一种无能的遮求布 没有人会怀疑 挑起战争的战犯 迟早会走上海牙的国际审判台 接受莫索里尼 东条英机的下场 否则这个世界就将不可一世了 许多年后 假如有人问我们 当年你们对人类正义 做出过贡献吗 我们可以自豪的说 我们支持 转发 传授了很多充满人性 良知 和散发着正义光芒的信息 我们拒绝了 与邪恶同流合物